今天我要来开箱一款新产品 那实际上这款产品是我们自己定制的一款产品 所以这期视频的话是会有一个广告的一个性质 那如果大家感到不适的话呢 请大家谅解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款产品的这个应用场景吧 那有三个应用场景 第一个就是做纯粹的这个软路由来使用 第二个就是做这个纯粹的这个物理的NAS来使用 第三种团体就是EXI加这个软路由加NAS的一体的一个小型的服务器 听起来是不是和现在的这些软路由没有什么区别呢 是的 我们只是在现在的这个软路由上做了一点点简单的这个改造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吧 外包装很简单 没有做太多花哨的东西 然后也没有把这个产品的样子印在这个包装上 更没有任何的这个参数在上面 就只写着一串英文 就是说这个是X86的高性能的一个架构的一个产品 直接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吧 那除了这个主机本体以外 还有一本就是说明书保修卡 SATA线和SATA的电源线 然后还有整机的这个电源线 最后是一个脚垫 这个脚垫是需要我们自己安装到这个机器上的 这款产品我们把它的名称定义叫做NRS N就代表存储R就代表路由器 S就是系统服务器 那也就是说它是存储加路由器一体的一个家庭的小型服务器 相比之前的产品 我们这边升级了这个CPU最低是3995U 然后是i5的7300U 最高是i7的750U 网卡的部分是采用了这个英特尔的82574 那这个网卡的话呢是可以完美兼容EXI 爱宽肉食类的 等等主流的这个软路由器系统都可以完美兼容 那当然包括直通也可以完美直通的 整机是一个全铝合金的一个机身 前面板的接口部分就是一个COM口 两个USB 3.0 然后六个千兆的这个网口 背面的接口就很简单了 一个VGI的接口 两个USB 2.0的接口 和一个电源接口 那这里为什么要用VGI的这个接口而不用HDMI的接口呢 后面我会详细的说明一下 用这个VGI接口的一个好处 散热部分在机身内部左右两侧各安装了一个小风扇 那这两个风扇是对整个机身内部来进行散热的 那底部的话也是开了很多的这个散热孔 现在底部是没有装这个脚垫的一个效果 现在我们把这个四个脚垫给装上 那它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在这个机身的顶部 它有一个顶盖 那这个顶盖的话是可以直接打开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 我们只要轻轻的一扳就可以把它给打开 顶盖是通过这四个胶环给固定在这个上面的 这样我们就省去取螺丝的这个步骤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顶盖给拆卸下来 中间的这块板是需要取螺丝的 取下四颗螺丝以后 那实际上这块板它是一个硬盘的一个托架 这个托盘设计的是两个盘位的 已经预留好了2.5寸的这个螺丝孔位和3.5寸的螺丝孔位 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放入两块2.5寸的硬盘 也可以同时放入两块3.5寸的台式电脑的这个硬盘 当然一块2.5寸和一块3.5寸的这种组合也是可以的 为了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我是把硬盘放在上面 实际上硬盘是放在内部的 里面的这两个机箱风扇就是用来对整个机箱内部以及硬盘来散热使用的 后面我会给大家测一下它的这个噪音 除了两个硬盘的这个SATA接口以外 还有一块M SATA的这个SSD 我们可以用来装系统或者是用来装引导 其实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这个双硬盘 它不仅支持两块2.5寸的这个硬盘 还支持两块3.5寸的这个台式电脑的硬盘 这样我们在做NAS或者是做小型服务器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了 特别是做这个物理的NAS 装一个什么黑群灰 装一个什么UNAS Freen NAS 这些NAS的这个系统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放这个专用的这个NAS的这个硬盘 那像这个西数的红盘 西节的这个酷狼 这样我们就可以组这个RAID 在组RAID的同时 我们还有六个千道的网口可以做这个链路聚合 同时这款产品我们也升级了它的这个CPU 最高我们升级到了这个i7的7500U 使得我们在这个EXI下 它的这个性能会更加的强劲 还有一点就是相比之前有风扇的那些软路由来说 我们这个已经改进了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噪音的这个问题 那像之前的这个3855U 3865U 有风扇的版本 那个噪音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现在这款产品我们都改用了这个静音的风扇 所以这款产品现在是非常安静的 首先在不开机的中 来先测一下我的这个环境音 环境的噪音大概在十分贝左右 现在我们来开机 开机后呢 它现在风扇已经启动了 它还是在十多分贝左右 现在大家会听到一个启动系统的一个风鸣声 风鸣声过后 那它的这个分贝还是在十分贝左右 那说明这个里面有三个风扇的情况下 和我的环境音其实都是一样的 说明已经很安静了 这个风扇 它的这个功耗方面也是非常节能的 现在它的这个平均功耗就是在15瓦左右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它的这个接口 要用VGI的接口而不用HDMI的这个接口 这方面主要是为了这个物理的NAS 那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装这个物理的黑群灰啊 虽然装这个黑群灰也不到的啊 但是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那如果是自己DIY的硬件 或者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星际蜗牛 都是用来装这个物理的黑群灰的 所以呢不排除有的朋友买了这款产品以后呢 去装这个黑群灰 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是黑群灰升级的话呢 有可能会挂掉 那就进不了系统 那如果有了这个VGI的接口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用了这个VGI的接口的话 是可以把这个系统给救回来的 所以考虑为了兼顾各种问题吧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采用了这个VGI的这个接口 当然这里不是推荐大家去要装这个黑群灰啊 那这款产品主打的还是装这个EXI的这个服务器 好了那这期视频的这个广告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访问 明天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